好,我們開啟了,首先我介紹我自己是梁靜雯,是來自香港的,我講的不是普通話,是佛性話,基本上我自己的聽不懂,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到外星看看,我們怎麼去看在台灣跟香港在面對老年化的情況去讓人家可以一起在open source 的領域裡面,可以一起在貢獻。 我本身是一個社工,已經在服務獎賠的領域裡面,大概是超過二十年的時間了。 在台灣跟香港的情況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是大家知道人口老化是什麼問題? 大家對老年化這個名詞有什麼概念? 就是老人家越來越多,是嗎? 然後在台灣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孝敬化的問題,是嗎?有很多很多的老人家,然後年輕人還更小啦。 但是這是什麼問題?是經濟的問題,再來年輕人辛苦了,是嗎?有更多的, 年輕人需要照顧更多的老人家,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只是過來在open source 的領域裡面講,不許跟大家講有關錢的問題。 其實在講有關多的老人家的時候,他們可以讓他們在open source 的領域裡面,可以做什麼的貢獻。 老人家的情況是怎麼樣呢?在香港,在2020年的時候,在台灣是2016年的時候,叫軍域敲高零的協會。 什麼是敲高零?就是在全人口裡面有20%是65歲以上的人口。 就叫做超高零的社會。 基本上是在社會學裡面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我們要思考怎麼去處理社會的問題。 老人家的情況就是老人家多,然後年輕人在你們的生活,其實對你們有什麼影響呢? 是這個嗎? 大家都知道了,是監獄那邊有很多不同的問題等等,是嗎? 還有呢,有這個問題發生過嗎? 有什麼時候在解禮嗎? 去年的選舉,我們看到很多的意外,是嗎? 選舉的結果有不同的情況。 我們看到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們對不同的進黨,他們的老人家的精彩,不同的意見,是嗎? OP也差點點,是嗎? 所以,在台灣,在去年的時候已經看到,老人家在參與進制投票的時候,他們的取向可能決定我們未來生活的方向。 除了台灣,英國都是這樣子。 英國的公投在2016年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他們希望可以離開歐洲。 然後,再早一點,是誰呢?是一本。一本在大一版2015年的時候,基本上這個投票是全民的投票。 大部分是70歲以上的老人家反對了,然後這個議案反對了。 人口老化的問題,不單單是經濟的問題,是我們將來社會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們全地球沒有這個情況發生過。 我們過去的用的社會學的理念,都沒有,不是在老人化社會裡面再發展起來的。 將來社會是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在我們兩個地方,香港跟台灣的情況,在2014年,在台灣有太陽化運動。 在香港有雨傘運動。現在,在香港有反送中的運動。 所以,基本上是,大家都知道了,在香港曾經有200萬人,就像在頭。 現在,抗爭的事情還沒有停止。 但是,不單單是年輕人,是不同的年齡的人,都是在抗爭的參與裡面。 但是,年輕人就在我們抗爭的最前面。 在很多不同的社會運動,社會發展的個性之中,我們對我們的未來有什麼想像? 可能,老人家跟年輕人有不同的想像,是嗎?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小孩子,年輕人對獎輩的留意不太多。 就是我們想像的老人家,可能就是在台灣有強教2.0。 就是他們需要照顧了。 政府大部分的資源都放在照顧方面。 在香港都是一樣,全世界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覺得他們對新的科技等等都沒有興趣。 所以,只有在男人家群組裡面只有Line,是嗎? 其他人都不懂了,這種Line。 在香港就是WhatsApp。 在大陸那邊就是WeChat。 但是,有一個事實,就是現在2018年,我進去台灣的內政部的數字。 就是超過123萬的55歲至77歲的老人家,他們有捐科到大學BOSS的選擬。 他們的教育程度不低的。 但是,我們一般對老了以後,他們需要照顧的概念很適應。 但是,這123萬的人口,他們退休以後,可以做什麼? 在台灣,退休以後,他們做什麼? 旅遊,是嗎? 還有什麼其他,退休以後,他們可以做什麼? 不知道。 你自己退休以後,你想做什麼? 也不知道。 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工作工會退下來。 沒有工作,在家裡。 然後,他有一個很長的時間還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知道台灣的平均年齡是怎麼樣。 在香港是全地球最強久的地方。 在香港是85歲平均的年齡。 如果他是60歲的時候退休,他有25年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 這25年怎麼去過? 真的是旅遊嗎? 所以,我們在想像就是,他們其實有很多的能力。 他們可以貢獻的社會。 而且就是,超過80%的老人家,他們是健康在社區裡面生活的。 這個數字,基本上是,我不知道在台灣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是香港的情況。 本身是在香港的社工,我知道他們的情況是怎麼樣。 但是我知道在台灣,大部分的老人家,他們不願意在老的時候到老人員那邊的。 大部分都希望在自己家裡面。 跟香港的不一樣。 香港的很多老人家都希望可以老了以後到老人員的。 大概是香港的老人員的,見老人的人口是7%到8%。 很多。 那時候我在做有關Active Aging的服務的時候。 我覺得退休的時候,其實是人生可以自我實現的最好的時間。 因為我有機緣,有經驗,有時間。 就是我有能力,我健康的。 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可以讓我人生自我實現的時候。 有看過這個嗎? 電競,是嗎? 老人家,這好像是歲點,是嗎? 70多歲,平均的年齡是70多歲。 這是外國人。 這是香港人。 OK。 也有。 這是日本人。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他在Apple的跟Tim Cole見面。 在Apple的發表會裡面。 好像是幾十多歲了。 是Apps。 我們覺得這次獎輩是有一個不可能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在貢獻協會。 問題是我們怎麼去做? 我們可以做嗎? 現在現場的都是Program嗎? 是嗎? 大家都會寫Program的。 曾經嘗試過寫一個Program讓獎輩跟小孩一起玩嗎? 有多少人曾經嘗試過切記Program是讓老人家玩的。 有沒有? 有請舉手。 有。 是什麼App? 做什麼? 什麼? 就是讓他知道Community有什麼的機緣。 是嗎? OK。 這是我們在一起在香港的檢討會裡面的跟其他的朋友合作。 很簡單的。 就是一樣獎輩跟小孩一起玩。 Memory Game。 很簡單的。 這是開始。 但是我接下來在校的就是我曾經還有現在在做的有關Open Source的Project。 OK。 不但是玩的。 這是2003年的歲目。 就是有一個中文的輸入法。 Input method。 只要用五個keyboard上五個key,一隻手就可以打中文字。 這個開發的個性是希望可以讓中風的老玩家一半身不能動。 但都可以用中文去跟其他人溝通的。 其實在2003年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合作就是跟老玩家一起在做的事情。 就是很簡單的。 我不懂得Programming。 就是我只有社工。 但是我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想像這樣怎麼去開發。 一般的Program是沒有興趣的事情。 。 就是用很多的中文字。 就是用很多的中文字。 就可以了。 那個table是我們老人家自己做的。 這個概念是我自己的。 然後我將我的概念跟老人家一起在討論。 他們在各項其中打那個Excel Table。 然後給Open Source出來。 然後給不同的Program可以轉成其他的Engine可以用的情況。 然後我們的老人家到小學裡面, 教小學生用中文打字。 因為香港跟台灣跟大陸不一樣。 我們沒有拼音的系統的。 我們在小學的幼兒園裡面沒有學習過拼音的系統。 廣東話的拼音系統是沒有學過的。 所以我們要用創結等等去打中文字。 另外一個Project就是香港自行。 這個是讓在八十年代三十多年前, 香港政府跟香港的中文不同的大學的教授一起合作。 我訂了四千七百多個中文字給香港的小孩其實學習的。 這個中文字跟台灣的不一樣。 例如房屋的房。 我們自己第一話的是點, 但是在台灣是批。 所以我們在創結很困惑。 因為創結是H, 但是應該是在我們學習的是I。 但是我們要打房屋的方式打H。 但是我們是希望可以讓這套字形我們只有香港開書。 我們希望可以讓八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人在訂下來的中文字可以保留下來。 然後我們用Creative Commons的license, 可以讓老出去讓香港的老師、家長、小孩子都會用。 現在大部分在香港的小學跟幼兒園都是用我們的集體。 這個是我們在2016年的冬季的時候開放可以讓人下載的。 為什麼講節天呢? 因為冬季是全年最短太陽的日子。 就過了節天,就多一點陽光了。 另外我們在進行的兩個project, 就是一個有關robot的project。 就是讓人家開始學習有關robot的programming的個性。 主要就是用Wespberry Pi跟Arduino的。 他們開始在學習怎麼去跟這個robot的communication。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多人家可以參與的就是Moseida Common Voice。 尤其是在香港的廣東話這個部分領域裡面。 因為我們香港的廣東話跟大陸的廣州的廣東話是不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是廣東話。 但是就是不一樣的情況。 我們希望可以讓香港的廣東話可以延續下去。 然後我們找很多的老人家可以一起在這個領域裡面再貢獻。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主要的方向就是在中文。 中文文字、中文的輸入法、中文的聲音。 其實我曾經跟一些老人家一起在, 希望可以在做有關localization的事情的。 但是Linux的distribution對中文化, 他們的定的時間很短。 如果參與distribution的中文化的個性, 其實我們的老人家很難去處理。 所以我們曾經做中文化的, 是有一些application, 由老人家他們去幫助處理遊戲等等。 沒有時間性的application是可以在有關localization的部分, 我們可以參與。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對中文、 英文其實他們很努力的。 就是獎輩有很多不同的能力。 但是我們要將我們的概念再轉一轉。 就是我們現在的老人家, 現在的老人家, 我講的是55歲到74歲的範圍, 太老的。 他們過他們的生活就可以了, 不會太粗魯。 但是我覺得就是他們剛退休的時候, 他們有時間, 他們有能力的時候, 他們會做什麼。 現在的老人家, 他們已經懂得用電腦了。 這就是我自己在老人中心裡面, 大概已經有三年的時間沒有辦過獎輩的電腦課。 沒有了,他們沒有人學。 因為他們不用學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用手機了。 他們主要用手機, 都不需要用電腦了。 但是他們懂得用。 獎輩也有很好的語言能力。 他們有很多是在政府裡面打工, 也要退休了等等。 而且就是開源的貢獻不一定在寫program的。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只是不需要program的知識的。 所以我們在找老人家他們在貢獻open source的角度裡面, 就是找那些很煩很煩, 一般的program都不願意參與的, 沒有時間啊。 那些部分,找老人家過來, 你來走。 不要緊,慢慢走。 是嗎? 所以其實在台灣, 他們有很多的老人家有能力的。 然後他們有時間, 他們可以貢獻。 所以可以讓獎輩可以做一些大量人力的工作。 好像我在說夢話, 但是我剛剛在捷運, 真的今天在捷運裡面的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是勞動部的廣告, 真的現在還在active的。 你可以到這個網址裡面, 應該在他們的提案應該在八月底停止。 就是希望可以讓年輕人跟玩家一起合作, 有不同的product, 有不同的program等等。 現在也可以在這個網址裡面,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獎金啊。 最多好像是十二萬台幣。 第一名十二萬台幣, 是比賽的。 所以政府, 其實他們已經看到, 老玩家跟年輕人其實很多可能的合作的機會。 但是怎麼去做, 大家可以再想。 然後, 用他們的比賽, 去開發更多的開源的project, 賺他們的錢。 是嗎? 好, 最後, 這是我在網路上FB裡面的連結。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我們的活動的時候, 可以到我們的FB裡面, 可以再理解我們更多的學目。 好, 我講的都是謝謝大家。 然後,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的提問, 我會再談。 好。 餵,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關於一些開源project, 是, 因為您剛剛有提到, 就是關於老人家, 其實不一定要具備, 不一定要具備強大的開發能力。 那請問這些project的, 那個核心代理人是, 核心主持是誰來負責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可以在Github裡面, 開一個project就可以, 但是主要就是, 香港我本身是社工嘛, 所以我在老人中心裡面, 開不同的小組, 然後邀請不同的老人家過來。 但是, 現在, 在台灣, 我在這次, 這次過了台灣在校, 你們有沒有跟, 在台灣的, 社工在結合。 是嗎? 他們有, 他們有接觸很多的老人家, 他們在玩什麼啊? 部樓且是, 且單車, 且機車, 是嗎? 玩得很開心, 他們在唱歌啊, 表演啊, 小巨大等等也有。 但是, 哪些都是自己的, 他沒有, 將他的能力貢獻在社會。 是嗎? 所以我在想就是, 如果你們在想一些, 新的project的時候, 讓蔣佩跟你們一起合作, 合作的個性之中, 你更了解, 老人家他們的需要, 他們的能力, 不當然是想像, 是合作的個性之中, 了解對方的。 所以我在想, 鼓勵他, 你們可以, 有更多更多的, 合作的機會, 建立起, 你們的老人家貢獻, Open Source的平台。 還有沒有? 沒有? OK, 是。 不好意思, 比較不像是一個問題, 然後是一個分享, 就是就我所知, 就是日本有一個叫, Core for Japan, 它是有點像, Ginley V的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然後, 他們就是, 也有在做類似的, 就是關於長者, 就是, 他們的成果, 其實是蠻 amazing的, 就是他們其實, 有一位八十幾歲, 跟一位九十幾歲的, 阿公跟阿嬤, 他們就是各自, 就是藉由一些, 開圓社群的朋友的一些協助, 然後他們做出, 屬於自己的app, 就是一個是, iOS app, 那大家都可以Google, 就是, 什麼最年長programmer之類的, 對, 這一個? 這一個? 對對對, 就是這一位, 那其實他是有那個, Core for Japan這邊社群, 有給他們蠻多的一些支持, 然後, 不過雖然他們的成果, 不一定是open source, 不過我覺得像這種觀念, 也可以漸漸的帶給我們的長者, 我覺得或許也是蠻不錯的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問題, 也可以分享的時候, 我們再留下來,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